CNBC报道 在法国总统大选首轮投票 由立场亲欧的马克宏取得领先之后 欧洲央行松了一口气 最快将在6月向市场释出 缩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信息 台面漫长LGD率先公布手机财报 表现优于市场预期 单机毛利率攀升至24.3% 创下36个季度以来高点 本业获利更持续成长 达到296.18亿元 创下单机历史新高 税后净率约195.82亿元 台湾电子零件通路贸易商 清泰国际 从上海陆器普天导账约17亿元 约了近20家国营收类 银行体系的债权余额约14亿元 由于上海普天在去年底 已经停付账款 导致清泰国际和银行往来 已有余放成深 清泰国际已经准备向债权银行 争取同意赎困 景气脱离谷底往上翻扬 据今晚会统计 目前有63家上市贵公司 已经公布将替员工加薪 幅度约达3%到5% 比去年整体上市贵公司 获利年全涨2.24%高出一倍 显示企业主看好今年经济前进 愿意用加薪牛才 新唐人亚太电视 真理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 感谢观看